各位宇宙先生 歡迎收看星期一 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出門口時 要記住要帶傘 到6時多的時候 各區的低溫大概是28至29度左右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就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的影響 廣東沿岸地區也有驟雨和雷暴架 事實上看雷達圖像 就可以看到 其實有不少雨區 早上的時間都在我們西南邊邀請過來 提醒大家 今天出門口記住要帶傘 事實上今早來說 大嶼山和西貢區 都已經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接著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是大節當雲 間中有著雨和雷暴架 下午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2度 風那方面就會吹和緩的西南風 接下來的天氣可以看看電路預報 我們預料受到廣闊低壓槽的影響 今個星期的中至後期 廣東沿岸地區 天氣仍然不穩定 所以我們提醒自摸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就會有幾陣的趨雨 不過留意到今個星期的中至後期 趨雨比較多 以及會有雷暴架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